广场与塔楼的最主要关键字就是在讲网路 这个网路不是我们日常生活用语当中讲的上网 或者是用电子网路等等 它讲的是一种人际关系网 也就是我们传统认为社会阶层在运作的时候 就写下历史的人往往是少部分那些名人 军王 总统 总理 但是他们背后是不是有一套意见传输的一个系统呢 是不是由这样的一个系统去推动整个运作了 尤其是在近年来大家会发现说 因为西方世界在川普当选之后 有一些非常多学者感到不可思议 所以要去了解说为什么像川普这种非等型的政治人物 他能够当选 所以发现说他在网路的运作上面 就是电子网路的运作上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那这个学者他是从历史的观点去讲 当然他这本书会有几个特色 首先因为他是一个历史学者 所以他写的书一开始看的时候的话 可能会入手上稍微有一点艰困 因为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名词 然后会有英文的一些注释 可是跨越这个阅读门槛之后 他确实可以得到非常多宝贵的一些历史素材 而得到了很大的阅读乐趣 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书本里面的话 他引用了很多学者 包含他自己所做的一些研究 有很多的科学见解 像是18世纪的这个网路 包含了这个约翰史东家族 他们这个人际关系图 他用图表的方式去呈现 又或者是像是这个昂古莱姆 就是18世纪的一个省级网路 会发现他的资讯的交流很有意思 像是大东电报 那个时候的网路在1894年 其实已经形成 所以他透过人际关系 输信的网来电报的形成 甚至包括说这个911 美国这个恐怖活动的策划的网路 他目前在美国的一个研究当中 也有把这几个关系人 结点都已经延续出来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他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 从过去我们只抓一个手脑 看911就看到背后的组织 看宾拉登 然后看到这个美国的证据 只看到川普辛拉瑞 可是他们是川普做事严当选 他背后强大的力量是什么呢 在这个书后面的章节 也有提到一些我们最近也很耳熟能详的 像假消息这样的一个命题 他就里面有做统计 在川普在选举之前 他有非常多假消息的流窜 在14万的密西根的用户当中去做抽样 其中1 4 分之1的就是在传假消息 然后在这些消息当中 反川普的有800万次分享 感觉好像很多 可是反希拉蕊的更到了3000万 那他也去分析说 川普在社群网站上 把脸书推特的经营上面 也比辛拉瑞来得成功 在推特呢 比辛拉瑞多32% 脸书多87% 然后在选前的时候呢 川普的脸书总颁占1200万 是多于辛拉瑞的800万 那当然从这些数据跟素材 然后每个人可以去推导到 不同的一个关系跟结论 那也包含是说呢 他对于基辛吉 就是尼克森的国安顾问 他在如何去影响美国政权呢 有他非常深入的一个报导 以及呢做出的是说 这个尼克森呢 跟福特政府的这个网路 他到底是怎么样去建构的 会有哪些关系人跟节点 那所以这本书看下来之后的话 他的材料非常的丰富 因为横跨了好几个世纪 那从印刷术开始发展起来 一直到电子网路的这个兴起 他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 给大家做参考 过往我们觉得是说 决定世界命运的是几个人 但是或许哦 我们不能说是整个民众啊 或者是像是共产思维一样 是物质决定一切 但是可能有另外一种思维是说 在几个台面上的名人 政治人物底下 可能有非常多的 大大小小的意见领袖 这本书面称为节点 甚至是樞纽 他们在网路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其实是一个崭新的 去需要思考的角色 从这点我们来看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当然有非常多的人际关系 例如说我们 例如说我会固定去 从一家便利商店去买东西 去到说店员也知道 说我会喝什么样的一个饮料 可是这样的一种人际关系 显然没办法被定义成为 这个网路节点的一部分 那所以我个人去认为是说呢 这个网路能够形成的话 它应该是说 一个人 它跟另外一个人 甚至是跟一群人之间 在意见传递上面的话 会有比较低的阻力 就是例如说我传达的意见 对某些人来讲的话 可能会有比较高的可信度 当然反正来讲 也会有一些人 会有比较不高的不信任度 那但是我要去陈述的是说 确实透过大大小小的 这种意见领袖 或是传统的政治术语 叫做庄角 他们都扮演着一种 意见传递的这个角色 甚至在学术界当中的话 也会有学术界不同的一些派系 有不同的一些看法 他们同样的一个系统 社团派系之间 他们彼此的意见交流 会比较快速 而且会主力会比较小 受到比较少的这个责难 那所以具体上来说呢 这个权力的产生 政治的决策的行程 往往不是统治者一个人的一个意见 它底下是非常多的一个人际网路 非常多的节点 大大小小意见领袖 可能有几百甚至上千人 他们共同的去汇集出了一个整体的意见 去决定哪一个国家社会 未来的一个走向 所以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话 其实是跟原本的一些历史学 或者是政治学的一些思维 有一些新的角度给大家去思考 特别是在这个非常多变动的这个年代 我们俗称的这个网路事态 怎么样从历史的观点看 从印刷术以来的书信往返 到现在我们去寄email 传light 脸书的讯息 其实人类本性可能没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可是随着科技的这个进步的话 网路的面貌它不断的在改变 它到底会让人类社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呢 我们未来的世界会变得更有秩序 还是会一样混乱 会变得更为平权更为平等 还是一样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阶级之分 那我想这本书它没有办法提供完整的答案 作者也很坦诚这一点 但它也非常诚实跟非常认真敬哲的提供了非常多的思考的材料 给大家去做参考 所以说如果大家说有空的话 还蛮建议说可以去买这本书来看一下 那因为它的一个章节之间的话 没有很硬性规定说一定要从第一章看到最后一章 所以每个人可以针对自己对历史的一些习信 也喜欢看希特勒的这个时代 尼克森的时代 或对川普的崛起有兴趣 你可以挑到那一章节去看 那在阅读上面的话我想也不会说很困难 那从中可以得到很大的一些收获